國民黨立委徐曉星日前爆料 外交部與捷克衛生科技院 簽訂千萬美金密約 讓金流難以追查 今天則是公開了部分的文件 外交部則是發出了六點說明 駁斥 澄清相關文件 都是依照法庭程序 送立法院被查 而外交部長吳釗憲則表示 公開機密文件已經違法 近日將到地檢署提告 臺灣基進黨一早赴北檢 購發國民黨立委徐曉星 涉嫌公務員洩密等罪 因為日前徐曉星公布一份 外交部與捷克衛生科技院CHTI 所簽訂一千萬美元的 援助烏克蘭合約 質疑外交部沒有說明如何招標 該會主持人與捷克政商關係密切 恐讓臺灣原污款項間接介入捷克內政 第二買了多少跟誰買清單能不能夠告訴立法院 現在目前完全都是在一個保密的狀態 不讓我們知道 徐曉星質疑該計畫 其中三百到四百萬要採購 臺灣一財 是公開周標還是限制性周標 應該說清楚講明白 並認為政府簽訂MOU10 並未對外說明還列為密件 要到民國一百二十二年年底才能解密 外交部發出六點聲明 澄清密約是無稽之談 對於我國的外交處境特殊 只要臺灣與理念相近國家進一步合作 就會遭到阻撓 這也是外交部以密件處理備忘錄文件的主因 但相關文件均依照法定程序送立法院備查 立法委員均可調閱 所謂的密約根本無稽之談 外交部目前不排除是對岸認知作戰行為 行政院長陳敬仁也批評 徐曉欣身為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立委 相當清楚可以調閱資料 卻公開密件捏造不實消息 無異於推動外交 記者 黃曼全播月 泰波等 好 好